在淡水区新市镇滨海路三段与坎丁五路的路口 市议员蔡景贤为了要给民众多元的运动空间 特别争取了500万要在这块公园用地上设置两座网球场 而网球场的设计也是依照美国网球协会标准场地来施作 并且与去年的市大运同等级的用料 而工程预计将会在今年9月底来完工 在淡水区新市镇滨海路三段与坎丁五路的路口 除了可以看到通往污水处理场的水管公园之外 一旁的空地目前正在大兴土木当中 其实这是准备要盖一座网球场 市议员蔡景贤表示 在淡水地区很少可以看到公共使用的网球场 为了要给民众多元的运动空间 特别争取500万元 要在这一块公园用地上设置两座网球场地 而议员更特别到现场关心施工状况 这是从700多平台 要做两座国际水准的 我们的国际水准的设计 因为淡水没有网球场 也要请设计师给我们做这两座很好 后来我们可以奉励 我们是来选手 要参加国际生的比赛 因为这个标准 所以因为淡水地区十多万人口 还有一个网球场 所以我清楚这一座 以前我们现在是公共一定对 要不开票 我先来设计 因为我们这个网球场来放在这里 议员蔡景贤表示 这一块大约有700多平左右 而网球场的设计是依照 美国网球协会标准场地来施作 并且与去年是大运同等级的用料 不只是有完善的更衣室 淋浴间还有夜间照明设备 让喜爱打网球的民众 可以随时使用这块场地 面对兴趣证人口越来越多 许多周边建设也渐渐完备 议员表示在水管公园旁 是属于公园用地 因此就选择这里作为网球场的建具 而工程预计会在今年9月底前完工 希望借时能够提供给淡水居民 一处高规格的网球场使用 让运动更简单 记者许端一 淡水三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